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我多久沒出版了嗎 我實在太想再看到你的書了 所以我開始寫短篇 你想要取代我是嗎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說你崇拜我 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那我給你一個補償的機會 當我的影子色手 儘管我們都沒有開口 你瘋了嗎 我知道 在這個激烈的南方國度 也許 我們一直在等待一場慈悲的人 把我們暗早已失去榮光 殘迫的走路 被寂寞 這跟說的不明 這是屬於我們的小說 屬於我們的情色小說 在這裏